中国经历了四年的楼市调控 房价仍然一路飙涨 从今年初开始 北京房价已经连续上涨超过了20个月 仅仅在今年9月的涨幅就高达20.6% 房地产企业说 企业缴交的各种税费占房价的七成 请看一下报道 10月份中国大陆70个大中城市房价 一线城市涨幅环比都超过了20% 21个城市涨幅超过10% 只有一个城市下跌 大陆央视节目指称 自2005年到2012年的8年间 全中国各类房地产企业 应交未交的土地增值税总额超过3.8万亿 央视土增税黑洞系列报道 进一步将应交未交土地增值税的 45家上市房地产企业进行排行 其中包括SOHO中国 万科 华元等公司 不过有12家企业陆续发布公告 否认欠缴土地增值税 24号晚 北京市华元集团总裁任志强 驳斥央视的报道 随后又扬言要公开起诉央视 任志强又向大陆媒体介绍说 房地产企业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 占房价的七成 各种费用达180多种 其实早在去年11月的海西地产年会上 知名经济学者郎贤平曾指出 只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税费取消掉 那么中国的房价马上下降70% 高房价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所以宁愿太大 导致你事件也越来越多 谁都不想被这个黑锅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总为的接触这个内幕 英国路透社根据中共财政部资料指出 今年前9个月 中央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同比大增50% 达到27000亿元 路透还根据大陆官方资料估算 今年前10个月 仅北京政府就出售了1490万平米的土地 获利1200亿元 远高于去年全年的650亿元 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据亚豪机构的统计资料指出 北京的经营性用地大部分是央企国企所拿 去年北京房企商品房销售金额排行榜前十名中 国企占了八家 这些国企地产业首脑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都是中共政府的官员 中共政府认明的 所以他们和中共之间 实际上是互相利用互相补充的关系 国企是中共赚钱的机器 而中共给国企提供了一种垄断运作的一个机制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中共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官员在其中享受腐败 而房企是打手 也是利益集团的一环 实际上 中共不断出台房地产的调控政策 各地还都有自己的地方政策 像北京就有经15条 但北京房价连续上涨却超过了20多个月 10月份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上涨的就有69个 21个城市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0% 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和广州 同比涨幅都超过20% 房价同比下降的仅有温州一个 中共根本没有这个愿望 把房价给插下来 因为中国政府知道的很清楚 房地产市场跟股市一样 是他们一种从中国百姓身上掠夺资产 掠夺金钱的一个最好的机器 谢田指出 中共乐于推高房价 因为这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GDP 造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假象 同时地方政府有政绩 还能掩盖腐败 谢田指出 如果中共真正调控房地产市场 限制贪官手中的房子 房地产业马上就会崩溃 中国大量的房企 国有银行都会跟着破灭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的崩溃和中共的崩溃 所以中共绝不会这么做 这也是房价越调控越高的原因 谢谢大家